一個很深刻的聆聽經驗 其實我最近 都不是最近 前兩年開始做一個research 跟聲音有關的 就是在湖南那裏有一些女人 她是創作了一些自己的文字 而那個文字原來是用唱出來 去表達她們的語言 那個聲音我覺得是很有趣 因為她不只是說 而是用唱的形式 用唱的形式去分享 女人裏面的秘密 或者她們的私物的語言 或者她們當時生活的情況 我想這個應該對我來說 是比較深刻的 因為那樣東西 不是說我們熟悉的文字 而是一樣不懂的語言 我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類似音樂 但是其實 雖然我不明白那樣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覺得很觸碰 整個感覺 所以這個應該是 因為我最近覺得 我最近覺得 我聆聽聲音的感覺 和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最特別的 我支持聲音圖要爆 謝謝大家 再來 謝謝大家